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在古代民俗里面 就把下巴有肉看作是非常有福气的象征 虽然下巴有肉不符合现代的审美标准 但是下巴有肉的人预示着晚年运势不错 女子下巴有肉预示着有望夫的运势 并且财运会非常好 属于开朗大方,温和敦厚的性格 这是下巴有肉 这个是从下巴有肉可以看出这一点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臀部有肉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发布的困惑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臀部有肉,正所谓什么 腰缠万贯 在古代腰间的配饰 表示一个人有钱的象征 后来这句话引申为腰间有肉 也是财富的象征 当然这里的有肉不是指坠肉 腰上开始长肉的时候说明最近的财气比较好 这个生活比较富裕 这个是腰间有肉 第三个是手心有肉 手心呢 我们说这个一个手能反映出很多信息 手心有肉而且软绵 这个摸起来有温度 这种人的财运一般都比较好 生活过得富足安康 没有需要劳心劳力的事情 手心有肉的人在理财方面也是比较有智慧 很有经济头脑 能够采取巧妙的一些这个措施或者力量来获得最大的收获 那么最后一种是呢 这个脚啊脚板有肉 这个厚实的脚板呢 是这个财气和腐气的象征 这样的人的运势非常的好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容易做得风生水起 往往是踏实 没有坏心眼 容易得到贵人相助 是天生的好命之人 这个脚底板一定要厚 而且呢脚上如果是长了一颗痣 脚底板长了一颗痣 那么就是更好了 好了有关这几种啊 比较这个肉多的地方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下方的困惑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